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写歌很快 其实最快的可能也就十分钟 几十分钟就好了 其实就一边写一边会 把它唱出来这样 不是一个纯文字的东西 其实我玩这个玩了很多年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高中大学的时候就开始自己写一些词 写在本子上上课 后来是认识了一帮朋友 就是嘎试这帮朋友 最早认识了海马呀 还有Tory呀 这些就是我们很老的一朋友 后来还有强子啊 还有crazy啊 但是认识了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一个squat 一个小团体哈 一个队伍 有了队伍之后真的 大家相互交流啊 平时在一起玩 那就变成我们的生活了对吧 在嘎试里面这句话的由来是 《乌渡蒙塔纳》 《乌渡蒙塔纳》的一首歌叫 《乌渡夜话》 《乌渡夜话》是重庆很老的一个电视节目 一个电视节目 然后《乌渡蒙塔纳》就用他的歌词 也用了这个节目的标题哈 做了一首他自己的歌曲 讲了重庆的一个 另一方面的夜生活 所以叫《乌渡夜话》 他的副歌里面就唱那句 《乌渡夜话》 后来大家很洗脑嘛 他说的当时很火很洗脑 所以说《乌渡夜话》 这句话就被我们嘎试 所有成绩人一直用一直用到现在 而且Bridge和Guy 他们也把这句话带上了 中国有嘻哈今天的舞台 其实很多人觉得哈 说唱以前很小时候 没人肯认可 其实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我很享受和人家不一样的感觉 我从小到小玩的东西都跟人家不一样 我很享受 如果他们把我和他们融为一体了 把我觉得他和我同化了之后 我反而不喜欢那种感觉 就说我很享受他们对我的那种异样的眼光 懂吗 就说现在 中国有嘻哈让全国人民都喜欢这样说唱HIPHOP 让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以前哭了 对对对我自己现在在做我 那个微博上面自己的小视频节目嘛 就叫做隔壁小爱 就叫隔壁小爱那个小视频节目 记得几分钟 每期只有几分钟一个早上 就是我们手机拍的一些 所以我把它剪到一层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平时 嘎鸡是生活怎么样 我自己生活是怎么样 介绍一下重庆 还有我周边很多朋友 他们都是很酷的 比如说玩改装车的呀 做纹身的呀 做头发的呀 他们都很酷的 我想把它们介绍给大家 所以说做了这个节目 对 福尔路哈米论 是我哥里面自己说的 福尔路哈米论 自己说的 因为是这样 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车了 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车 他是一个日本车 日系那种性能车的一个忠实粉丝 他很喜欢日本车 我妈妈开车开的特别棒 做过他车的人都说 哇他开车开神的 很神的 很神的 我开车我自己觉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我觉得就和我爸爸关系 就像头文字里面的藤原拓海 他爸爸藤原文太 比他更厉害对吧 就像这种感觉 就很越来越喜欢车了 好像就 规划这个 只是说我有愿望嘛 规划谈不上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兄弟伙一起 即使广义 大家好像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经济团队 我们会从大局出发 一个人的意见完全是 肯定已经 无法左右一个团队了对吧 大家会集体 往更好的地方去 第二的话我就希望 这样之前给你说了 每一个说唱歌手 就算是周杰罗恩哈 那种大明星巨星 他也会有 没有这么有人气 或者说过气的一天 都会有 GUS的所有成员 他活了肯定会活 我不说他们 但是肯定会有这么一天 但是我希望 我的技术手 GUS这个 他会有新鲜的血液进来 他以后会成为一个经济公司 或者娱乐公司 会让重庆所有 不停的更新换代wapper 哪怕我们死了之后 如果以后还会有人 玩说唱的话 他还是会有GUS在 这就是最厉害的事情 Y-O-L-O 意思就是 You only life once 就你只活一次 我就想希望每一个 喜欢说唱 还有喜欢 自己喜欢这种 有信仰的 起码有信仰的年轻人 真的珍惜自己的生命 珍惜自己的生活 让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活下去 对 记得小爱一万一隔壁小爱 我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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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